把他整理出來我看就好了 所以他就這麼一個動作 去看了這麼一撇 從此就變成說他是 變成查障 查障的障 講內奸比較沉重 其實因為我最近才去過 柯文哲的新的辦公室一次 過去都沒有去過 我去的感覺是 他毫無敵情觀念 就是說一定裡面有監聽 除非你開會不在那個裡面 除非你在外面隨便找個地方 否則在那個辦公室裡面 絕對被鎖定 絕對被監聽 你要知道 國民黨他們其實 過去連戰跟宋楚瑜 鐵血聯盟成軍的時候 每次開會都在國賓飯店 我就聽國賓的人講 他們每次在裡面 就是國慶兩黨在裡面開會 之前一定有一組人進來 反偵測 偵測完門就關起來 外面有人留守 然後才進去開會 柯P到現在這些是雜牌群 那個聖香堂那一棟大樓 也是別人提供的 那裡不設防 我跟你講 他這個根本就不是在打正規選戰 柯P他的確是政治新手 他的總部也跟別人都不一樣 那他的總部比較雜 他有自己的學生 有那時候洪仲秋的時候1985 那些支持他的白色力量 還有台聯的前立委 然後蘇跟蔡都各自有人也去幫他 所以他的內部非常的龐雜 有不同的人馬 是啦 他的規組織再整合起來 那你這個過程當中 當我的意見沒有被採納的時候 這些還有一點就是都太年輕 都很年輕 有的年紀都比我小很多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我開會的時候 我的一些意見沒有被採納的時候 當有記者來問我的時候 我有時候吐吐哭水 可是沒有想到那個嚴重性 會害到老闆 所以我比較贊同的 就是煌哥講的 至於是不是被監聽 當然這個溫申哥講的也有可能 只是我覺得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應該是屬於他內部 並沒有那一種 跟媒體打交的一種觀念 可能有時候抱怨一下 怎麼樣 或者我跟你講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的idea很好 那我跟記兩記者寫了以後 老闆聽了可能會覺得被鼓 就沒想到出來的是負面的 就對了 所以其實我的看法是 他裡面的人馬太多太雜 所以會造成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現在李英元過去還好啦 李英元過去他會整合啦 可是問題是現在 但是我要提醒科比 李英元就卡在說 因為他是現的人 要把這種負面變正面 這種負面的攻擊選舉手法 不會少啦 很容易變成正面 怎麼樣變正面呢 第一個 我的帳目是透明的 第二個 我沒有把任何一毛錢 放到口袋裡面 這個要修理我的伎倆 其實更好凸顯的 我對於整個選舉透明化 整個經費的使用的 我再幫柯P加碼一下 你講的這個當然都很好 我再幫柯P加碼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 到目前為止我只看到 柯文哲是有這個條件 做這件事的人 你記不記得紫風車的捐款 他們在網路上公布 我要是柯文哲我就說 以後我從4月25號開始 就是政治現金專戶 每進來多少錢 支出多少錢 我每一個禮拜固定 上網公布一次 每筆都讓你們看 那可以用無名氏嗎 因為有些人不想名字 可以啊 甚至現金是可以用無名氏 1萬塊錢以下 至少可以看到有錢進來 因為現在對很多候選人造成困擾 就是有很多人捐1萬塊以上 可是他不留名字 那變成候選人 因為依照政治現金法 1萬塊以上 他一定要開收 一定要有名字 他變成還要拜託那個銀行說 你去幫我查 譬如說這2萬塊是誰走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是有這個條件 就是我把每一筆收入 每一筆支出 我全部上網公布 然後我就這樣子看 那自然就會有人去要求聯社會員說 欸 那你要不要也公布看看 聯社會員說他只要花8千萬 你看他敢不敢嘛 對不對 柯文哲說他大概估計 他會花8千萬 因為他雖然連鎮營也雖然說 我會花8千萬 這樣很好啊 這樣很好啊 真的好嗎 再選台北政府 大家就上線叫做8千萬嘛 問題是你覺得他真的花8千萬 所以我說嘛 如果說 有可能啊 我自己花8千 如果要學會我怎麼有活動 所以如果說柯P 他可以公布每一筆帳戶 最後出來 真的是8千萬 聯社會員也比照辦 因為你如果每一筆都公布 我們就可以去對嘛 譬如說柯文哲 你的電視廣告 因為自然會有人去幫你算嘛 大概幾檔多少錢 那你的支出對不對 這很容易就對出來了嘛 可是有時候我支持你 我不是只有金錢的支持 我可能是資源的支持 我把牆面給你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那個都 那個都算 其實那個都算是 政治現金法規範的範圍 對 因為柯文哲 他說 照目前的打法 大概兩千萬啦 目前啦 他現在是穩雜穩打 然後剛剛提到那個 就是捐款的那個透明化 他的證件裡面有講 他如果說入主台北市政府 他是透明政府 每一筆開銷 就是說包括他的成員 比如說這個 銀建築下面什麼什麼人 報了帳 全部上網 這個其實跟王永慶那個一樣 王永慶那個台塑的那個模式 包括招標 他就是完全通通上網 沒有什麼密室作業 沒有說大家的議價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叫天真 等他省上就知道了 對柯文哲來講 我覺得大家提到這個人 你要有一個心態 他說賣賣孫書啦 孫記賣賣孫書啦 我等他做醫生啊 沒有什麼損失啊 別人那是拚死拚我 那是整個都要拖下去了 柯文哲是看得很淡 雲淡風輕 孫書 好啦 我再回去台大醫院啊 大家消毒會對啊 你最後的一層 可能我幫你送進去的啊 那個連勝文八千元要不要募款 我相信連勝文如果開 我看他今天有說要找陳炯送募 他說什麼 企業家啦 金融業啦 很多人都會跟他 他家的官妻跟工商界的這樣淵源 我覺得連勝文只要募款 那絕對是銀淡風 他不要講八千萬 他募八億都沒問題 八千萬算什麼 洪英哥你是問說 他需不需要募款是不是 你就覺得說 他其實可以不用募款 就能夠打選戰嘛 自己開就好啊 他一定會募款啦 裝起來啦 裝一下啦 沒有啦 一定要募款啦 連家過去幾次大選 其實很少花到自己家裡的錢 這個我們所了解說 連戰包括選兩次總統 或者是一些這個人 其實連家持家有數 他們很少花到自己家裡的錢 但是連勝文要募款 我是奉勸你要非常小心的 第一個 你如果像企業去拿大筆的政治獻金 這個違反政治獻金法 這個有利益掛鉤 利益輸送的嫌疑 他怎麼會讓你知道呢 會來 總是有人會知道啦 總是有人會知道 你如果要銷的募款 我跟你講一個例子 過去中南部有一位 當建商的候選人出去募款 他的募款餐廳一張是500塊 當我們拿他的募款 在村莉賣的時候 那個政家人要說什麼呢 如果一載賣儲的 我載儲的 你來給大家募款500塊 結果就被揚語了一番了 所以連勝文你如果要對外募款 公布你的小額帳戶 讓人家捐款的話 他只要說拿賤子的 是喔 我實在說八銭很可憐 他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募款 他會 那時候都不知道說 有些人說的跟做的都不一樣 我最近聽到柯先生跟我說 柯先生 柯先生 柯南 柯先生他跟我說 有一個做車的 他送給一個政理人物送10億 做車的 喔 好 說到這裡就好 做車的 不計喔 我說那個大筆的 好 那這個 所以現在我看那個所有的民調 柯文哲都大贏了 這奇怪你知道嗎 我一直說這個民調 不像我住30年的台队 真的 你讓我去店家大家都問什麼你知道嗎 柯文哲好像大贏了 不一定 不一定耶 昨天吃飯的現場 竟然有6個人有3個要投沈富雄 那一定是藍的 為什麼 因為他投一下 其實沈富雄 沈富雄這一次出來參選 他的主要的支持者 其實是會很嚴重的吸收掉 連勝文的支持度跟選票 這恐怕是沈富雄 參選史料未及的地方 包括那個王洪威 你說是參選的意外驚喜吧 對 王洪威自己都說他自己的親戚 都說要投沈富雄 也就是說他投不下連勝文 他寧願投沈富雄 所以沈富雄參選 講是這樣講啊 對啦 我覺得最後會有氣爆 到最後一刻我覺得還是會有回去的 還是會有回去投連勝文的可能性 但是我這樣講好了 我剛剛說這個民調 我真的覺得不太像我住30年的台北市 看不見了 因為他的民調感覺是 好像在高雄市做的 你說國民黨的候選人 在這個選區裡頭會只有20幾% 那是高雄啊 那不是台北啊 對啦 台北說要變成這樣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看長期以來 國民黨在台北市跟民進黨的比數 民進黨最多就45%了 不要超過45%了 45.9%那是他的屋頂了 那其實你看柯文哲現在的民調 都還是40幾% 也都還沒有突破那個45% 柯文哲也要不要 我是認為說看最後國民黨搞 這個所謂的藍綠歸對 到底能夠摧毀多少藍軍的基本盤 那個55 那個55比45 現在柯文哲沒有超過那個45% 那這邊如果國民黨摧毀基本盤 其實我覺得就為 柯文哲就未必樂觀 那如果你現在呢 現在的狀況看起來 當然柯文哲迎面是有的喔 是有的 你要講的前進就要再吞吹嗎 沒有啦 因為我講的民調讓我真的 你要立宏摧毀他過去30年的認知跟體驗 那你這樣就覺得 這不太像是台北市啊 沒關係 沒有沒有 我上禮拜剛好有機會 跟柯文哲吃飯 那一天可能他先喝一杯 他說他才吐露啦 說外國民調那些都看法就好啦 但是民進黨黨內 他們有一個民調中心嘛 自己所做的15% 贏15% 贏15% 而且那個人聽說還跟柯文哲說 為什麼你會贏15% 他們也搞不清 如果說要陳俊明啦 民進黨頓故意來 陳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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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沒有 俊明現在不在民調中心 不在做 但是他 你要做一個長期以來分析民調 我都看不見 真的這一次我覺得台北市的 那個民調很高